感谢观看 接下来请收看海淘法师救护众生讲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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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一定要经常练习这种没有压力的修行的方法 那当然最没压力的就是大慈大悲 平等的去关心所有众生要经常这样来练习 好 请各位念 那么本师释迦摩尼佛 我们的极乐世界的庄严 如何帮助众生去极乐世界 因为这个世间是苦啊 那你这样念阿弥陀佛 你每念一次就增加一次的 慈悲心啊 菩提心啊 好 等一下 那么要师如来 当愿所有现世者 病苦者 消灯来与了 тех 地上相建成为灵的建设 San paradise heaven number 您自身 профессORD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观世音菩萨 当愿所有痛苦者 离苦得乐 修行慈悲 那么地藏王菩萨 当愿轮回友情 永离三恶道 发菩提心 那么地藏王菩萨 我为父母祖先 冤亲在主 所有众生 来参加慈悲法会 恩阿货 恩阿货 愿天神 地神 海神 树木神 所有众生 同享功德 恩阿货 好 请放长 那佛教讲空性 他就要告诉我们 万事息息相关 没有水就没有土地 没有水就没有天空 所以天空连着水 水连着土地 我们连着这个万事 那人才可以生存 如果没有水 鱼也不能活 所以各位要不断地去提悟这个道理 原来人就是水 水就是天空 现在我们要放鱼 鱼就是人 好不好啊 我就是鱼 鱼就是我 所以要让自己 跟万事万物 产生关系 因为产生关系 你就会关心它 因为它快乐 你就快乐 所以各位 我们很聪明 你让鱼快乐 自己会不会快乐 对啊 这就是因果 你让鱼快乐 那爸爸妈妈也会健康 你让鱼快乐 特别经典说 就算有人往生了 你为他救七只鱼 那这个往生者 就可以脱离三二道 你这一辈子 莲花生大师说 你杀了一百只牛 杀了一百只马 杀业很重 但是你有惭愧心 放十八只动物 十八只鱼 那你这个杀业罪障 消除了 所以药师经说 哎呀 这个人生病很严重 快死了 甚至可能几天就死了 那你帮他放 四十九只的鱼 或生命 他就可以长寿 消业障 所以因为佛教的目的啊 那就是要我们 直接去帮助众生 因为念一下 帮助众生 才是帮助自己 所以各位要 学学这个道理 做什么事情 都想帮助对方 今天你在卖药了 希望这个药吃了 你身体好 我有没有赚钱 没关系 用这个动机去卖药 可以啦 你做生意的 我希望你用到好东西 这个比较重要 对你生活有帮助 那你把一个帮助别人的动机 拿来做老师 拿来做医生 那这样 你做老师就是在修行 所以而且能够做到 无所求的 那就是空性 只为对方 那就是悲心 千万做老师 不要说 我是为了薪水 不然我来跟你讲话干嘛 那很多老师生气的时候 他就会抱怨 那所以各位 那结婚也要慈悲 那希望对方好 希望对方幸福 无所求的 因为有所求 那你就会有压力啊 你就会痛苦啊 我煮饭你怎么不回来吃饭呢 因为你有所求啊 我煮饭给你吃 你要回来就回来 吃好一点 你没回来 正好我拿去施食 拿去帮助穷人 给他们快乐 那如果你这样想 你煮饭就没压力啊 所以用一个思想改变 所以我们直接放生的好处是 就像今天 等一下我们这一千人在这边 有人掉到海里面 终于大家用绳子用 帮我把他救起来 你快不快乐 快乐 救一个人 大家都这么快乐了 那何况 今天要救 刚刚 小小大大给我说 今天有两千多只鱼哦 所以要救这些 如果各位 我们今天不做 那这些鱼 会不会被杀掉 搞不好你儿子也吃到了 所以最近 绵南多巴湖发生一个沉船事件 对不对 一百八十多人失踪 那我也没看到报纸 到底有没有救回来 有没有找到尸体 但是在还没有发生沉船的前两天 那那时候就有人来跟我说 师父 那个多巴湖抓了一只鱼啊 他们还传相片给我看 那只鱼很漂亮 很漂亮 全身红色的 应该这是红色的大鲤鱼 他说 他们抓到这个鱼啊 在市场拍卖的时候 就有人 有神通了 给他们讲说 这只鱼不能吃 这只鱼不能吃 吃了会有灾难 事实上这只鱼 就在那个地方抓到了 结果两天以后 那这只鱼 当天就被杀掉了 两天以后就发生这个 沉船的灾难 后来我就问一位 打坐的修行者 我说这个有关系吗 我说师父 这个很简单 那只鱼 是龙王的女儿啊 那这些人 已经有人劝他了 然后他们还是把他杀了 那龙王一生气啊 吹起一只大风啊 而且船上的这些人呢 也不是莫名其妙 往生的 他们过去也很喜欢杀 也很喜欢吃鱼的 所以因为这样 就产生了这个痛苦的结果 所以各位 一只鱼而已哦 就会造成这么大的 龙王一生气 那就不高兴了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放声 来回向海中龙王 天上龙神 土地龙神 同享功德 那这样会不会翻船啊 不会啊 会不会有车祸啊 不会啊 所以会不会很大的灾难 就不会了 也不容易有这些问题 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 那我们要用慈悲心来做 救一只鱼就有这么大的 杀一只鱼有这么大的痛苦 就像泰国这十三人 昨天我讲过了 他们这十三人过去 抓了一只蛇 把他浸在那个九翁里面 所以现在他们还出不来 因为怕海水淹起来 淹起来他们会泡在水里面 就像那只蛇被泡在水里面 所以再念一次 法会功德 回向洞中龙王 所有被杀的蛇 离苦得乐 翁啊后 那我想各位 千万不要事不关己 不要说 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那我们要念一次 无缘大词 同体大悲 大词大悲 平等对待 所有众生 我认为新加坡需要你们各位 多去救 因为世间人不懂 负责杀负责吃 我们负责救 负责超度 好不好 要负责超度 哪一天你到海鲜店也要去吃饭 不是吃荤的 我要吃素 强迫他煮 你在里面念经 吃这个大悲咒饭 为了吃一顿饭 在那边给他念经 大悲咒 往生咒 辨识咒 念完那顿饭吃完了 那你要把握那个机会 因为你是佛教徒 什么叫佛教 念一下 保护所有生命 这个叫佛教 成为一个三宝弟子 这个世间 只要有一个众生 一个友情 在受苦 这都是我们的责任 因为我们是学佛 爱众生的人 所以哪里有众生在受苦 各位一定要积极努力 千万不要每天问我 海上法师 你什么时候来 靠你呢 靠我 我方法你已经懂了 我也懂了 那我们一起做 不分在家出家 反而我去海鲜店 人家骂我 你去还没事 你可以去帮助他们 因为悲心人人都有 不分在家出家 悲心不分有钱没钱 所以有一句话叫 再胜不争 再烦不减 你是个圣人 那你是圆满你的佛性 你是个凡夫 只要你有慈悲心 你的佛性就显现出来了 所以念下来 慈悲极见如来 对啦 你去慈悲 那你就看到佛了 看到自己的佛了 所以各位愿意来 就是慈悲心了 各位等一下再放生 就是菩提心了 马上再救他了 因为这些鱼 你对它这么好 也种下像成佛的因 哎呀有众生 对我这么好 它就不会怕人了 所以各位 你要用慈悲心 去影响别人 有慈悲心 就是这个意思 就像我刚才说的 有人掉到河里面 我们去救 每个人都好高兴 哇 他被救起来 就像泰国 13个人 终于找到了 大家快不快乐 全国快乐 全世界快乐 很奇怪啊 不要花钱都可以快乐 因为看到它们 被找到了 我们好快乐 所以 等一下再这么多鱼 透过各位的爱心 行为 把它放到大海里面 而且这种鱼的好处 就不见了 抓不到 这个真好 有时候我们去放头山 放还在那边 还不想走 等一下被抓走了 那这种鱼下去就走了 哎 非常好 但是我们心里快不快乐 快乐 所以一念慈悲 就消一念的业障 一念的慈悲 就消无量的福报 所以佛陀说 慈悲的功德 大于 不失 慈戒 忍辱 精进 慈悲 包含所有功德 所以为什么叫 念一下 放生为第一 有利功德 最快的 台湾话说 看得到 吃得到 很多人喜欢放生 因为 你看 放下去了 我的钱 放下去了 那只 活起来了 很快乐 所以 当然我们 能够多半放生 多做焉供 因为你看得见 那个香香的味道 哇 众生在吃了 这个这么香的味道